中港高中视觉创意特色课程最近举办成果连展 学生们透过实地浸滩以摄影创作跟织品设计 标达出了海洋的美丽与哀丑 在老师的带领下踏查眷村 以水泥器物和环保袋等等 结合眷村色彩及文化 加工成独一无二的文创品 一条条彩色的编织品挂在墙上 独特又充满新意 其实这是由中港高中学生透过回收布料 所编制而成的装置艺术 而墙上的海洋照片里头全是宝特瓶和免洗垃圾 展现出大自然被污染的一面 在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到高美湿地等地方实地浸滩 藉由这次的海洋新创作展 提醒大家保育的重要 去到可能附近或平常会去玩的海滩之类的 然后去观察到平常在拍 可能网美照之类的另外一个风景 然后去提升到我们对海洋保护的 自己的一个同理性之类的 带孩子去探讨海洋的梅与丑的议题 然后从海洋环境的丑的时候 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力 孩子就会开始去想说 我是不是在下一次我能够对海洋 对我们的环境回馈点什么 你看这一次墙上的作品 它还跟我们另外一个住村的社团 甲玛丽老师那边的编织 也产生了一些互动 让学生也去跟我们的社团做学习 除了海洋创作外 学生也借由实地走访眷村 了解其文化与色彩 将眷村建筑的砖块 栖息的野猫等特点 结合水泥器物与环保袋等 创作出特色的文创品 让民众透过作品 理解老房子内丰富的内涵与故事 会一些就比较传统的颜色 然后还有我自己会教一些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眷村会联想到很多的植物 所以说这边还有这边都是一些植物 还有那个眷村本身的老旧建筑的一些结合 发现其实眷村有它特殊的美的地方 像是它墙壁上的壁画 或者是地板上的纹路 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新社会文明发展之后 会被消失殆尽的东西 可以表现出他们的学习的一个特色 那也可以表现出一个108课纲 那个素养的一个实际的操作的一个过程 配合108课纲多元选修特色课程 中港高中学生以环境为学习场域 了解在地人文 将环境美感融入生活设计中 将其转化为创新设计的能量 展现生活中的美学涵养 记者让微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